HELLO,大家好,我是Nik,那我們今天來分享一下DMX的單挖,使用1L minor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想選擇礦池的部分,一樣是選擇 EGGPOO這個礦池 點進來 按照這樣的操作,你是選擇礦池哪個區域嗎 我這邊是選擇亞洲區這邊,新加坡 那一樣是19666他的礦池位置 這邊可以選擇 那這邊就是點 那個貼上你錢包的地址 那錢包怎麼建立呢 錢包的建立 我這邊一樣會把這個網址留在下面就是錢包去下載Windows這個,然後在裡面 前段影片有講過那個建立那個他的錢包的步驟 那就按照這樣依序去建立 那在的部分就是說 使用1L minor 那這邊的話他有講到說你要怎麼 自行配置他的超頻 他這邊有寫如何設定 你的顯存啊你的核心啊核心便宜啊甚至風扇啊還有Power 這部分等等 好那 那下載部分 一樣到他這個 這個頁面那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你可以選擇Windows嗎 或是選擇 HyperOS HyperOS的話你可能額外就是要拉 下載到他的 他沒有寫 就是額外要下載到他的那個 程式裡面 就是選擇Custom Custom這邊選擇然後你只要把他貼上你的那個 他的連結之後 他的那個挖控軟體的連結之後他就會跳出他就修出這個 Miner的名稱 那接著後續就依序這樣的設定 我再操作給各位看一次 好這是目前他幣價狀況 那接下來這就是我3080跟3070ti的 超頻的部分 我再點給各位看就一樣選擇Custom 那在第1個第2個欄位的時候就你說這個欄位要怎麼去取得 這什麼欄位是怎麼去取得到他這個頁面 到他這個Miner的頁面那你就選擇這個吧 複製連結 這兩個都行啦 複製這個 複製連結然後把它貼上貼到這邊 他這邊就會跳出來 就是玩LenoMiner 那這邊的話你就是算法的話就依序這樣設定 那這錢包位置吧那再來就是你的 Eckpool的 礦石連結 那接下來下面就是你超頻因為我是 直接設定參數在上面所以就有超頻參數這樣 設定你依序我這樣的設定 我要不要把這一段把它留在 我下方的資訊欄那邊 那你們就可以依照我這樣 去 測試看看 好我這樣設定好之後 你就按確認 名稱大家好 確認 他的那個 算力是有在提高了 至少一倍吧 因為假設我之前是三挖嘛三挖的話就是 3.7到3.8那邊 那現在 現在是單挖現在單挖了他就變成接近快接近到8 應該是還可以再更高啦 不過瓦數是沒有什麼變動 以這樣來說的話是 算是都是翻倍啦 所以目前挖這樣挖這個 用這個Miner挖的話似乎會比較划算一點 如果這樣算的話 所以他現在挖的狀況 溫度也沒有很高 瓦數也是差不多這樣 那超頻的部分就是按 就是我這邊 我這邊打的這邊的設定 超頻的部分 他們還是有分享失敗的問題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 最新的 資訊 他現在還是穩在 從這段長起來 還在文在0.18這邊 你說 有什麼 會不會繼續再 漲 有機會啦 因為他 後續有新的 消息要發佈嘛 要上抹茶了嘛 那我們就 我們就等等看 看會不會上抹茶 追蹤追蹤在2.1萬 是不是減少 好吧 那近期又上了一個新的教育所叫 Bitmart 那所以後續還可以再追蹤看看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就是講說 我使用1Lm1.1.1.3版 在做進行挖那個DMX 那你們也可以參考看看用這個 挖礦軟體來挖看看 是不是真的比較多 確實啦 確實他的那個算力是有在提升了 一倍以上 將近一倍以上 因為比我 三挖來說 單挖來說應該 我單挖的話應該在4點多吧 那用那個用其他miner的話應該4點多用 他這個1Lm的話就到了 他的翻倍以上就可能 到8到7 7.8 7.9升到8以上 算是有優化 那他這邊有寫到享受哈希律的提升 那就是算力的提升嘛 那一樣我會把這個 這個網址把他留在下面 就是這些資料的部分 把他留在下面 那有興趣的話你可以 就是一樣來測試看看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講到這邊 因為 我一樣會把我超頻的 參數啊分享在下面 那你們可以去參考看看 一樣是選擇這個框子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講到這邊 那後續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可以在下方留言 感謝各位收看